好我们是在院检这边为您持续掌握有关于柯文哲的罪行消息 而柯文哲他提出的这个申请提审案呢 在10点20分的时候已经开庭审理了 那在11点07分的时候双方也就是被逮捕人 柯文哲还有逮捕的机关检察官呢都已经双方陈述完毕了 现在呢就在等法官这个考量的结果到底如何呢 而且两个结果呢到底又会如何的走向 如果法官认定说逮捕过程是有何是有瑕疵的 也就是说过程不太合法的话就可以当庭的释放柯文哲 那如果法官认为说逮捕过程都没有状况一切合法的话 就会把案件再发回给这个地检署有检察官来继续征讯柯文哲 也就是说呢如果是法官认为这个逮捕合法的话 柯文哲在征讯完毕之后呢 生压的几率可能是会非常的高的 而柯文哲这个案子呢其实有法界人稀就分析了 也体现出了这个诉讼法上的确有一些不太明确规定的地方 因为这一次检察官这边呢会当庭逮捕柯文哲的原因就是 并不是柯文哲他拒绝征讯 而是柯文哲拒绝夜间征讯之外呢 夜间征讯还想要离开这个地检署的 但是诉讼法上面有规定说只要被告到庭之后 审判长没有同意的话呢 被告是不可以离开的 但是这个仅限于 但是呢这个仅限于在这个审判的程序的 但在准备程序在侦查的程序上呢 是没有是没有那个明确的规定的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呢 柯文哲的申请提审案件呢 现在的结果就已经出炉了 目前呢法官是驳回的 而其实呢回到刚刚的这个状况 如果说呢柯文哲没有明确的规定 柯文哲必须得要留在地检署的话 也是法官必须要考量的重点之一 那时候呢我们会有更完整的来自法院 为什么会驳回的理由 我们将持续的问一掌握最新的状况 经过了连阵署12小时讯问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在31号凌晨将近一点 终于抵达台北地检署 被罚警一左翼又搀扶 表情还有点轻松 却在复讯时说他累了 柯文哲在进到地检署的两个多小时后 开庭开到一半才说要停止夜间征讯 而且还想要马上离开侦察庭 这当然让检方不答应了 当庭将他逮捕 开到一半才拒绝夜间征讯 但明明还有其他方法 检方说能让他暂时休息 三个小时后再继续 柯文哲却不愿意说只是来配合 厘清案情当场想要离开 更质疑不是因为犯罪嫌疑被捕 而是想要疲劳讯问 认为过程瑕疵向法院申请提审 时间已经很晚了 那主席他没有办法接受 这样子的疲劳讯问 所以主席是主张说 他要拒绝夜间讯问 那检察官认为说 可能认为说不能让主席离开 所以就当庭预知逮捕 法界人士强调开侦察庭 几乎不会当庭中断回家休息 柯文哲这个举动等于是跟检察官杠上了 而申请提审后 法官将开庭 如果通过了 检方的流程就要全部重来 并重新发具票 没有通过的话 也就是法官同意检方做法 将继续开侦察庭 不过检察官当时逮捕的理由 就说是有积压必要 所以提审没通过 柯文哲被升压的几率就会相当高 这回因为只有发通知书给柯文哲 等于是自行配合道案 没有强制力 但检方怎么会这么做 核发居票后将被受限制 在二十四小时内 以这次柯文哲为例 检联单位一出示居票带回 就会开始计算 二十四小时内就要将结果送交法院 决定要升压或交报 但只发传换通知书 就没有受限在内 这回柯文哲涉入土利罪 七年以上重罪 检联单位大动作侦办 柯文哲和检方也展开攻防战 TVB宣传 陈冠军与王建律 佩宇台北采访报道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抵达台北地检署 一旁挤满支持和抗议群众 大声呼喊推擠 场面相当混乱 尽管经历超过十二小时的讯问 柯文哲面带微笑 气色不错 不乏轻盈 男人挤不露 不识左看右看 心情似乎没受到影响 从三十号清晨六点多 检联就抵达柯文哲的住家 搜索将近五小时后 他不出家门 表示自己非常坦荡 随后被带回廉政署讯问 一直到隔天凌晨十二点四十分 被移送到地检署赋讯 但检犯都还没讯完 他却表示要离开了 更不满被当庭逮捕 申请提选 只是时间倒退 几小时前 今天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 主要在野党的党主席的住家 办公室还有中央党部 也都被搜索 当然我非常坦荡 我知道我没有问题 我也希望执政当局 要清楚的说明 他今天是有什么证据 要做这个动作 他在住家门口还信心满满 说知道自己没问题 还要求执政当局说清楚 但怎么真的到了 讯问立即案情时 态度却出现了大转变 而为此北京指出 讯问过程中 客问者表示 不愿继续接受讯问 甚至还想要直接离开侦察庭 当下告知他可以先收席 再接受讯问 但人被拒绝 就怕他离开 侦察会更加困难 当庭预知逮捕 而被告和辩护人表示 要行使提审权 但检方指出 要是让他这么走了 不解会妨害侦察 还使得案情会暗不明 如今程序还在进行当中 社会准备案件过程合不合法 外界都在看 就怕有任何险失 反而让真相石沉大海 体育新闻组合报道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多次提及 家中大小账 都是由夫人管 难道真是因为这样 所以陈佩琪被约谈 陈佩琪在这个案子里面 到底是扮演什么角色 是家庭的账房 还是金钱流出流入的一个平台 还是他从旁来去做某些的参与 或是看到了某些事情 同时彭正生的太太 昨天也到检联来去做音讯 为什么这个案子都会牵涉到 两个当事人的配偶 前市长前副市长的妻子 都在这次案件被约谈 民进党也质疑 难道是陈佩琪知道很多东西 大账房当然是陈佩琪 钱怎么来了 来得进来了多少 或许柯文哲不见得清楚 但是陈佩琪应该非常清楚 陈佩琪是针对过去 柯文哲前市长重振期间 所有大大小小的事情 他都知道的相当的清楚 所以三不五时 就要上脸书 好好的抒发表达意见 难怪检调要传唤陈佩琪说明 陈佩琪以证人的身份 接受检方复讯后请回 民众党发声明他已经平安返家 但是根据我们了解 他其实并没有回到北市处处 就在30号晚上11点47分 民众党点书声明 稍早陈佩琪医师 以证人身份 以结束征讯返家休息 状况都好 请大家安心 当下由黄珊珊亲自接送 不过到底回了哪个家 被约谈后又有啥想法 粉丝或许也期待 他能再po个脸书 抒发抒发 一身黑衣戴着口罩 民众党主席 柯文哲的妻子陈佩琪 步入地检署 虽然挥手和大家致意 脸上却略嫌疲态 历经两个多小时的讯问 陈佩琪讯后请回 走下楼时 看得出来体力似乎到了极限 但就在他离开北检时 早就有一辆银色的轿车 在门口等他 上头驾驶 就是民众党立委黄珊珊 而似乎看见了救命稻草 陈佩琪挤过大批人群 打开后座车门 坐上车后 这才总算好好休息 而黄珊珊也马上开车闪人 这回卷入金华城的弊案 陈佩琪以证人身份被约谈 三十二中午十二点多 他和柯文哲一同被带回 连政署讯问 晚间七点多 移送北检附讯 大约在晚上十点被请回 但传出他将在三十一号 再次回到北检 似乎和柯文哲被逮捕有关联 律师提到 其实过往也曾有打电话 寄信等方式通知亲友 但重大案件就怕出了差错 漏接电话或是信机丢了 恐怕都会衍生出严重的影响 但敏感时刻 检方还让陈佩琪 专程一趟跑到技检署 除了签收逮捕通知书外 外界也质疑 或许是被掌握了刑事证 由证人转成被告 都是可能的原因 继续报道 前台北副市长彭真生夫妇 三十号晚间一前一后走进北检 首度出现在镜头前的谢信妻子 戴着口罩低着头 但还是看得出憔悴面容 需要一旁连政署人员搀扶 跟在后头戴着红色棒球帽 背着后背包的男子 就是彭真生 不发一语快步走进北检 经过漏夜侦讯十个小时 检察官认为他设犯徒利罪 犯嫌重大向法院生涯境界 金华城案持续延烧前 台北副市长彭真生被二次约谈 关键证词指出因为柯文哲交办 所以才组成专案小组 但因为都更条例有所不妥 不敢签字 金华城案在柯文哲市府任内 容积率有560% 暴增到840 北检12号第一次传唤彭正生 根据调查 金华城案都是由都委会 共同决议 彭正生当时担任主委 接连怀疑自创容积奖励 都是由柯文哲下指头期 更被质疑公文 为何是由柯文哲来签 认为涉嫌重大 但最后五宝请回 御令限制处境出海 而根据透露 彭正生首次讯问就咬出关键点 表示自己是受到柯市长亲自交办 但检方认为还有许多实情 没有说清楚 30号发动第二次搜索 直冲高雄彭正生住家搜索 带回被解证讯 彭正生夫妻晚间11点多抵达北检 彭正生以被告的身份被约谈 而妻子则是以证人身份到场 直到凌晨12点多 柯文哲才抵达北检 两名被告分开讯问 交叉结问后 发现似乎另有引擎 可能是比较了解彭正生 生活上面或是金流上面的往来 因此才会用证人的身份 来对他询问 检方调查目前传唤的证人 苗头直指彭正生 二次约谈彭正生的证词 疑似都咬着全案 皆是由柯文哲主导 他的说法也成为本案关键 TVBS新闻陈冠云高紫耀 何关于王湖台北采访报道 今天是来这边开会的吗 对 等一下开完会再跟大家说明 为了人还在北检的主席柯文哲 民众党紧急应变小组 一大早就来党部开会 现在是要开始没有会的 就开会啊 先开 先开 先开会我们讨论 谢谢带过就往楼上开会 民众党有备而来 看着记者会 党公职大阵仗一字排开 泡口对准北检 台北地检署公然说谎 昨天在搜索的现场 他们到底是怎么在进行搜索的 前一天中央党部搜索 明明检联告知 告诉外界 警线柯文哲办公室 但民众党调出监视器 指控检联人员 不但在公共办公区域 东翻西找 甚至还随意翻动 同人私人东西 那北检是不是在公开讲 柯文哲卡打过的地方 都爱搜索 柯文哲眼睛看过去的柜子 都应该要打开搜一搜 看一看吗 质疑搜索过程 有瑕疵 证讯方式也有问题 民众党质疑 柯文哲应拒绝夜间证讯 遭到检方当庭逮捕 民众党对间列30号到31号 时隔多小时 马劳松讯问柯文哲有意见 汉卫主席抗议司法 民众党枕装备战 为下一步司法布公 预作准备 TVBS新闻张家宝李宗泽 台北采访报道 小草重现白纸运动 只是这回不同 是高喊司法不公 他是个有雅施政的人 我相信他不会贪 麻烦没什么事 把他放出来好吗 你们打压的已经够了 不要以为我们很软 我们虽然人很少也很理性 我们也是有火系的好不好 就在早上十点 小草门台北地检署集结 不少人北上支持 甚至有的讲道落泪 只觉得你们比国民党对付陈水扁 比这更宽量的方法 要来对付柯文哲 不舍柯文哲被司法如此对待 尤其眼看他因为拒绝夜间证讯 要离开侦察庭 遭北检当场逮捕 小草禁做控诉 上版民远警戒备 台北市警察局长李希和亲自作证 因为就怕磕粉和磕黑 再发生冲突 就在柯文哲被移送北检当晚 场外大骂 报应到了 甚至双方插点打起来 远警立刻上前制止 即便乍射巨马 双方还是炒没完 柯文哲被剪掉带回 也登上外媒版面 韩联社已标题 住房争议啥 持年轻人的柯文哲 因房产争议陷入尴尬 南华早报则以台湾主要反对派人物 因贪腐接受调查 柯文哲的政治路 国际也很关注 TB宣 无助的刘一俊 杨佩玉娅 很长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